弄Display 還有網路出了一些狀況 那下一個是 Freebian D Ports Workshop 的 那講者是林俊毅嘛 毅毅 對 那他那個就是之前Port了整個那個 Julia Language 到 Freebian D 上 然後以此就對整個Port System 非常的熟悉 那他今天就是跟大家簡介一下說 Port System 大概是什麼樣子 然後如何那個 Boarding 軟體 如何寫那個一個Port 然後就是就是Port可以讓自己編譯 或者是說讓那個 Freebian D 的 Official Repository 就產生一個 Official 的 Binary 讓你直接用那個 VKG 安裝 那那個詳細的這些就是 系統是 Eternal 的話就讓他介紹 如果是他先講的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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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大家好 那今天我要帶各位其實簡單的來看 如果今天你要 今天如果各位想要在BSD上面 porting一些你的 比如說你公司上 公司上需要的套件也好 或者是說個人的尋找的套件也好 那其實BSD上的套件系統是 Ports,各位可能都有用過 或是各位如果不知道的話 你也可以試試看 那BSD上面的第三方套件系統 是收集在 BSD Ports Collection 然後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 REPL 然後收集在這裡 那這邊有眾人貢獻的 porting 那把各個軟體都porting到這邊來 那今天要帶各位做的事情是 如果我們今天想要有一個新的需求 那假設新的軟體出現了 那新的程度出現了 那我們希望把它porting到BSD上 那該怎麼做 或是我們今天就是 假設我們公司 假設我們公司內部開發的軟體 那我們今天就是有對一些軟體做修改 那把它整合進入套件系統裡面 那成為一個BSD Porting 這可以怎麼做 好 所以呢 呃 好 所以各位如果有 如果有看過的話 OK 等我一下下 我需要 我需要一個 Terminal 好 謝謝謝謝 呃 我找一台機器 這台機器應該 我們應該很快 好 那 現在我們有一台機器 那這台是一台 3P的機器 是 是大家 沒關係 是大家想辦法看一眼 好 這是一台BSDN機器 那 呃 各位如果有用過它的軟體系統 那我們通常在安裝的時候 我們習慣 呃 習慣在這個port3底下去做編譯嘛 對不對 那這個資料夾各位應該很熟悉 那這個資料夾我們俗稱 port3 或是 呃 port collection 好 那這個資料夾底下放什麼 放了一大堆 makefile 簡單來講是一大堆makefile 那其實事實上是不止 OK 簡單來說它是為了讓你編起一個port所需的檔案 都放在這裡 比如說包含 你把軟體移植到BSD上面的時候 你必須做修改 某種程度的修改 OK 呃 很多人寫軟體或寫扣 不是那麼portable 對不對 好 那很多 比如說很多 軟體從linux過來 那很多linux specific的東西 那它必須被修改 那你可能會做適度的修改後 然後把它放進這裡 那這個port3裡面包含了一些patch 比如說 呃 假設 比如說各位很常用的一個port叫firefox 那firefox 假設我們看一下firefox的port 那這個port底下有一些很經典的檔案 比如說一定有一個東西叫makefile 對不對 一定有一個東西叫makefile 好 那還有一些其他的metadata 其他的metadata包含什麼 那比如說像是它的checkson OK 呃 checkson在這裡 我們可以看一點 呃 c 呃 c 呃 呃 有它比如說我們當作下來 我們去做一些checkson 那 那甚至會有一個資料檔 也會放了一大堆 關於這個pores的patch 我們為了把這個軟體移植過來 一定會有一大堆的修改 然後patch可能通常會放在這裡 OK 好 所以 所以呢 有一個重要的核心 呃 BSD的PoresCollection 也提供了一大堆關於makefile的一個tool 然後一大堆makefile的script 這些script呢 這些script形成了 呃 形成了BSD現在看到的Pores framework 那你只要簡單的寫一些makefile 在裡面做一些設定 那你可以透過這個Pores framework的一大堆makefile的輔助 OK 來幫你porting一個 呃 幫你porting一道軟體技能 那簡單來說 簡單來說你可以想像實作上就是你去 你有一個makefile 那你去include BSD Pores3 或者是BSD系統中的一些其他的make script 那這些make script呢 會幫你做很多很多其他的熟理 那這個make script 本身也定好了一些流程 OK 本身也定好了一些流程說 我們有哪幾個stage必須被定義在你的makefile中 那我們會去依照順序幫你跑這些流程 那跑完這些流程呢 就相當於你的軟體 呃 可以順利的編起來 然後做成BSD的套件 然後可以被散步 可以不斷在系統中 這是Pores framework想要幫你做的事情 所以呃 你可以想像 如果今天我們有新的軟體 想要放到BSD上 那你就照著這個Pores framework所給你的設計 OK 然後比如說就是 簡單來說就是你要開 寫一個新的makefile 然後在裡面 填一些我們約定好的欄位 然後把名稱填對 好簡單講是這樣 那makefile有它的流程 它會幫你 輔助你去很方便去做這件事情 好 簡單講是這樣 那 呃 有一個重要的resource要跟各位報告 好 呃 有一個重要的resource就是 呃 BSE的Pores handbook 那FreeBS的Pores handbook 這是最重要的resource 就是它裡面會詳細記載 各位所需的 所需的大部分的資訊 那有少部分的資訊可能是 文件更新太慢 那 這個各位如果遇到這些問題 那可以上去詢問這樣 好 那這裏有非常豐富的資訊 那其實我會把它當成工具書 會當你字典在查 如果有需要的話 好 所以 呃 它這邊有一個很簡單很簡單的resource 帶各位看 如果我們今天要製作一個很簡單的porting 那該怎麼做 那 欸 在BSE的整個Pores framework中呢 一個 我們會說一個port其實是用一個資料夾 然後你也放一些特定的檔案 來形成這個結構 好 那 所以這邊給各位看一個最基本最基本的Pores 好 那假設我們今天要做一個 這可以按嗎 好 那假設我們今天要做一個 一個porting叫 這個叫什麼 oneko嗎 我也不知道怎麼唸 好 呃 假設今天我們要有一套新的軟體 叫oneko 然後我們想要porting它 那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makefile 那我們在 我們就建立一個資料夾 然後在裡面填上這個makefile 那這個makefile會有一些 約定好的名字 約定好的欄位名字 比如說port name 這個一定有 那 呃 this version 就是它的版本 好 那 在porus 整個porus tree 整個幕幕底下 有一些大的分類項目 OK categories 那 這個categories 可以是多個 OK 那會有一個主要的category 然後會有其他附屬的屬性這樣 好 然後 Mr.Size 簡單講一下是 嗯 它的 實際上的作用是 讓你找到 讓 讓我們在 呃 邊應這個porus的時候 可以找到要去哪裡 download source OK 然後 這個porus會有maintainer maintainer的email 好 那這個email在 呃 BSD的 buck trading的system 就是 box.freebsd.org 在BSD的box data中 會做聯動 比如說 今天有一個porus 發現有一個bug 或是今天有個porus 要更新 有信版了 那大家希望你去更新 那 只要有人提到這個porus 那這邊maintainer的email 你就會收到 就會收到那個 你的email就會收到 呃 來自box data相關的通知 OK 好 那 關於這些porus的一些介紹 然後 最後一個就是 includebsd.port.mk 那 這是 BSD的port framework中 提供你的一個 最重要的mcfile 那你把include 進來之後呢 呃 它會幫你做很多事情 簡單講就是這樣 好 那 這樣子就可以完成一個 很基本很基本的por 那 嗯 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 你可以自己 撰寫一支 一支 和work之類的cfile 然後 呃 填上類似的資訊 OK 然後把你的東西 host了在一個repl 各位可以想像 齁 host了一個repl 然後這邊master site 可能會填 GitHub的repl 那 呃 做完這樣的事情之後 呃 其實你的軟體 某種程度上 可以整合進prevd port framework 好 那實際上怎麼做呢 實際上還會有其他的issue跟detail 那 我們往後 帶各位看 好 好 那 其實 欸 等一下 呃 其實一個port OK 一個port 它不會只有一個mcfile 那它當然還有其他的metadata OK 那其他一些metadata 像包含 有一個檔案會叫做pkgdescr pkgdescription 那 呃 簡單來看一下我們這邊的 這一個 這一個 假設我們以firefox為例子 這可以放到 你可以也太好了 好 那 呃 假設我們以firefox為例子 那firefox這邊 這邊它底下有一些 有一些 呃 重要的檔案 那第一個檔案當然就是mcfile 那還有其他檔案 比如說我們會看到pkgdescr 那這個檔案會 會做一些 呃 會給各位看一些 呃 會給各位看一些關於 Firefox的 這個port的描述 OK 那 還有一個是pkgmessage OK 那這個各位可能在便宜員port的過程的時候 會看過 那它就是 呃 用來給users 作為一些通知 比如說你編音完之後 它會秀一些message 告訴你說 呃 這個port可能有什麼什麼設定 或是有什麼很特殊的事情 要處理 或是有什麼事情要你配合 OK 那會寫在這裡 好 所以 呃 我們會說一個port底下的結構 基本上有這些檔案 OK 這是我們約定好的事情 這是某種protocol 就是我們約定好 port firmware裡面的東西要嗎 長這樣 OK 好 好 再來 好 還有一個檔案叫pkgs 那 呃 好 呃 pkgs這個檔案呢 基本上在大部分的port中都會出現 那少部分的port中可以是optional 那可以是自動產生的 那簡單講一下pkgplist這個檔案就是 呃 會有一個這個套件 這個port呢 它要安裝到系統的時候呢 它你會有一個張清單 就是我們到底要裝什麼東西到什麼位置 OK 我們到底要裝到系統之後會發生 會有什麼東西被裝進去 那這個這個清單有什麼用途呢 呃 其實一個最重要的用途就是當你要把那個套件移除的時候 他要去看這個清單 把上面的東西都一一的刪掉 OK 所以 呃 當你的套件在編譯完成之後 那生成出一個BSDA的套件 那BSDA的pkg幫你把套件裝起來 他會去看這個清單 然後把東西裝到正確的地方去 好 好 那 那當然這個清單如果很小張 那它可以寫在makefile裡面 有一個short count讓你使用 好 這邊提一下而已 所以你可以 呃 你可以把它寫成單獨的檔案 或是你可以把它寫成一個 makefile裡面的一個變數這樣 好 所以 呃 一個pors裡面的基本上有這些檔案存在 makefile 跟pkg description 還有pkg plist 這一些檔案存在 好 那 所以各位有興趣的話可以開始試一些 那 不過 沒關係我們時間不多 那我們稍微提一下 假設你現在 就是有一隻很簡單的程式 那我們現在 填完這些makefile了 好 這件事情很簡單 那實際上它到底會做什麼事情 呃 好 呃 這邊要 要提的事情是 呃 我們要來看一下 Port framework帶給你什麼樣的流程 它已經制定了什麼樣的流程在裡面 好 那 那 在Port framework你剛剛填的那個很簡單的makefile 你會發現我們是不是沒有設定任何的maketarget 完全沒有對不對 一般來說你的makefile你會有一個 可能會有一個old的target 會有一個test的target 會有一個clean的target 對不對 通常你的makefile會有這些東西 那 這些東西呢其實在你的 其實在BSD的Port framework裡面都已經被定好 它有某一些低後的行為 那 呃 如果你 如果你 呃 如果你不會用到很奇特的行為 那你可以使用它預設的 預設的那些target 好 那實際上整個Port在 編成一個套件的時候 會有以下的流程嗎 好 所以我們第一個講的是 你們就稍微看一眼它的流程 第一件事情它要做一個fetch OK 它必須去做fetch 那fetch這件事情呢 就是它要去抓套件的source code下來 那裝完套件的時候 它會幫你做什麼事情 它會去幫你做那個 剛剛我們說的checksum的比對 OK 你會去生成一個checksum給它 然後套件抓下來 把套件的source抓下來 它去看看 你一定在 呃 剛剛 剛剛你給它的checksum 你是不是對的 OK 它去檢查checksum 然後呢 再來 再來就是要解壓縮嘛 對不對 它要把那個套件的source解開 OK 解開之後要做一件事情啊 那 呃 解開之後 就單純的把它解開 那解開之後 你可能有一些 第三個流程是 上patch 第三個target叫patch 那 這個 這個動作就是說 如果我們今天這個套件有 額外的patch放在旁邊 同樣的放在同一個資料夾底下 那 呃 BSD的Program Mode 去幫你apply這些patches 進去 進去你的source code 因為你的source code可能 上游 沒有accept 或是 還沒accept這些patch 那這些patch是你自己 為BSD特製的 或是它有可能很複雜理 有回不了上游 對不對 這個很多事情 有很多政治因素 有可能 對 可能 吵架吵不已反 就是回不了上游 那這些東西就只能擺在 BSD的 port collection裡面 好 那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我們回來偷偷看一下 這邊 Firefox這邊呢 有一個 這個file這個資料夾 那這個file資料夾 是預設 拿來放 放一些patch 跟一些外檔案的資料夾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資料夾裡面有一大堆的patch 就比如說有一些buck啊 可能是BSD only的issue 那 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就是回不了上游 它就擺在這裡 好 在 makepatch這個階段 它會幫你 把這個patch呢 apply進去 好 所以前面的流程 我們可以偷看一眼 其實各位在使用 make esdn make 系統的時候 誒我沒有 哦 有 我的firefox已經在裡面 所以它說廢修成功 好 那下一個流程剛剛講的是 hot extract 好 呃 要入場版喔 算了可以它 還是我就是 讀它 呃 好 好 好的 謝謝 好 那第二個流程當然就是 它去做 trick sound 解開 然後把它解開 然後解開給你之後 你會看到你的 你的 這個目錄底下 會做一個 working 的一個資料夾 OK 好 好慢 好 那 回過頭來 那 只有解開才不夠 對 你等一下要apply 這個patch上去 好 你要把那個 bse 需要的patch apply進去 好 那 apply完之後要做什麼事情 呢 apply完之後就是準備要開始編你的層次 那邊層次之前在 呃 可能大部分的c專案 或是大部分的 應該說 嗯 應該說蠻多c專案 或是 可能現在不是啦 可能 在 呃 蠻多的c專案會有一個流程 叫configure 那它可能要檢查你的環境 就是 有一個 自動去detain你的環境的script 那可能這是在原本的專案開發者中提供的 好 那 會有一個流程叫configure 它會去檢查你的環境 好 那 在 呃 在這邊的流程中其實也有 OK 所以你可以去 我剛剛 做了嗎 也就是說patch 好 在這個階段呢 你可以看到 我們去做patch 那它就會用 把一些patch塞進去 好 那 在這個時候你可以看到 欸我們的資料假作一個director 叫work 那work 那work裡面就是由我們剛剛解出來的東西 而且 換到什麼 好 這work由我們剛剛解出來的東西 然後 然後 而且這些work我們剛剛 做了main patch 它的東西已經 patch已經塞進去了 好 好 那接下來看一個流程是 呃 下一個流程是 configure 那這個是在很多專案中都會有一個流程 那 那 config完之後做什麼 是不是就是做實際上的main build 就是實際上的main build 好 那 呃 這就是實際上compile一些code出來 那 假設 以firecraft來說 這個build的過程 呃 build的過程非常隆長 OK 非常隆長 那 呃 我們這邊 可能就是回哥都看了 反正 等他跑 看他會跑出去 不過可能沒什麼時間啦 那 我們configure做完 呃 好 有 有 好 呃 他似乎 裝一些其他東西 好 那不管 那假設我們 呃 這個很隆長的表演過程做完 那最後一個階段是 呃 呃 PSD的Port Framework會先在一個暫時的資料夾 把你的 把你的 把上游的東西 把 upstream的那個 software 裡面的東西呢 都先嘗試做一個install的動作 然後install到一個 呃 呃 psd暫時的 資料夾 我們就稱它為stage 呃 stage directory 那 呃 呃 這個動作叫stage 就是先把你的東西實際上裝裝看 那就裝到 就指定他裝去某一個特殊的資料夾 然後這個資料夾是暫時性的 那在你的work 剛剛那個work的資料夾底下 好 那把東西裝進去之後 它會形成某種資料夾的那個結構 好 然後這時候呢 呃 這時候 這時候 我們會 再去把這個 這個整個資料夾的 那些結構啊 比如說這個資料夾的結構 它可能裝東西會裝到 呃 user local 有live有的沒的地方嗎 那 欸 把它裝進去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要做打包 最後一件事情就是打包 OK 打包這個動作 有個流程就是要package 然後這個東西會產出一個 pkgng可以吃的package OK嗎 會不會很複雜 講pkgng是不是太久遠的事情 好 就是pkg 可以吃的那個 呃 package 好 這時候呢 就會真正伸出一個什麼 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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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 這個pkg你可以再拿這個package呢 拿去distribute 給別人 就是你可以寄給你的朋友 或是 隨便 不管你要做什麼事情 那它就是一個標準的 bsd的package 然後可以被bsd的package manager 處理的東西 好 那 如果你做 如果你在下了make install這件事情 各位平常都是下make install 那前面的流程它都要幫你做 因為那時候是dependency 那如果你做了make install 它就會再去把這個package拿出來 解開 丟掉你的線路面 OK 就是這樣的事情 那 呃 這是基本的流程啦 流程不過幾個 就是 我們抓下來 然後解開上上page 然後把東西邊一邊 做成套件 再塞進系統 那簡單講是這樣 好 我們快沒有時間了 所以 呃 各位有興趣的話 當然是可以慢慢了解這個流程 那我們今天再過 各位 overview 這個流程 所以呢 接下來各位要想辦法自己porting 對不對 那要想辦法自己porting呢 呃 有什麼門路 或是 假設你還沒有 呃 假設你還沒有想到 或是你還沒有遇到 遇到你喜歡的port 那 那 BSD這邊有一個許願池啦 在BSD Wiki上有一個許願池 叫做Wanted Port 呃 反正它就是個 wishlist 那 這個 wishlist 各位 就是可以上去看看 那 你對哪一個 port有興趣 你可以上去找 那 如果你有興趣 你可以開始聯絡一些 呃 呃 那 它也許可以提供一些協助 或是它可以 跟你一起玩小這個test OK 那上面有很多很多 呃 呃 呃 代處理的項目啦 像很多重要的 呃 有很多重要的一些 呃 我看一下 有很多重要的東西沒有進來 欸這個Electron 進來了沒有 已經進來了 所以這個沒有更新 OK 我記得Electron進來了 好 那 呃 那 各位可以在這個wishlist 找到 比如說 你可以對這個社群做一些貢獻 好 最後一點點 假設你現在做完這些ports 那 其實還有一些detail 應該說 其實還有不少detail 在Portles Temple中 應該會慢慢跟你提 但我們剛剛前面只是看完 大致的圖程 會不會幫你做這件事情 好 那 如何把這些東西 contribute為 community呢 那其實 各位的做法很簡單 就是把你的東西 東西 丟為 法格斯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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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各位已經 假設做完 Each protein 你生出了一個資料夾 那你可能後續 做一些測試 測試其實在Handboard中有幾個 可是我們今天可能來不及講 那 最重要一點其實就是 你可以把它 contribute 回 我們的 BSD Apports Treat 那BSD Apports Collection 好 比如說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很多很多 PR在上面 對 那你可以去偷判一下別人做 那其實很多時候也可以在上面 做一些討論 比如說今天有一個人想要做了一個 做了一個新的port 為BSD增加了一個新的porting 那你可以就是發了這樣的一個PR 說我幫你做了一個新的port 那我的那個port的那個 source 在這裡 我的port的那個 makefile 有的沒的檔案 放在這裡 那可不可以幫我看一下 OK 好 那我們的時間差不多到這邊結束了 各位有沒有問題 沒有好 那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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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